我们这次注意到说 每次的颁奖台之后 大家会拍照 拍照以后就发现 手机怎么都一模一样 这个就知道说原来 三星也作为这次奥运的 手机提供者 都是什么 都是三星的AI折叠机 你说这个东西 当然是它一个促销 可是你说这更重要的是 因为AI的世界 已经来到了 Let's buy 也是最后一里路 因为我要动到边缘AI 手机就是最后一里路 你就看到 现在三星 华为 苹果 都已经卷入这场AI战争 而这场AI战争 谁胜谁不 才会决定未来 谁是手机的霸主 没错 事实上今年 这个已经进入说 黄远勋所谓的 AI的iPhone时刻 就今年真正决战点 会在AI手机 只要AI手机 你能够领先的话 未来的AI里面来说 你可能手机业者 就可以占领最大的一块版图 所以事实上 目前为止各家都在推 那今年来说 所以你说 很多讲在AI的时候 对很多一般老百姓 那是空中浮云 你讲什么伺服器 你现在讲的是机器人 一般用不到 可是你当AI进到了 我的手机的时候 是每个人 都会进到AI的世界 对 没错 你看这一次 他们在 Samsung的奥运手机 它又推出 Z系列 Z系列就是 它所谓的折叠机 事实上这一次 它有一些AI功能 然后当然了 除了AI功能之外 主要是因为 它长得很漂亮 很多人拿来之后 就把它拿去卖了 所以现在网路上 已经有非常多选手拿来卖 那拿来卖的时候 三星还跟奥运会抗议说 怎么可以这样 但奥运说 我们没办法管理这个选手 要怎么做 我们没办法 那他们要卖就卖 一转卖 一台居然要8万块 8万块台币 而且事实上 在这一次来说 Samsung的手机 也是算了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行销 好 不过大家就觉得说 好 那到底智慧型 这个手机能够做什么呢 好 除了这一次的 这个iPhone的 这个三星的Z系列之外 他准备也要发表 这个年度的旗舰机 Galaxy S24 然后包括S24 S4 Plus 还有S4的Ultra三款 那里面来说 他当然就说 我要Galaxy AI 好 那到底要做什么呢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几个应用 第一个 这是拍照的时候 很多女生都觉得 拍照的时候旁边有个路人 我怎么把它削掉 你看 我这样一键之后 就可以把它削掉 这样就削了 对 我就把它削掉了 就是我只要按那个人 然后就可以把它削掉 所以 然后另外一个 这是做什么呢 我只要拍这件衣服 我想要知道这件衣服在哪里 然后我就按拍照之后 我就可以去说 它在哪里 他马上就可以找出这个 那这是什么呢 我拍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一个照片 我只要把我要的东西 把它圈起来 我圈起来就是说 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然后那个东西是呢 或是说我看到一个景点 这是哪个景点 我问这个手机 然后这个手机跟我说 这是哪一个地方 那他就说 那你帮我安排 我未来五天的 我要去这个地方的 五天的假期 他马上就帮他生成了一个 五天的假期 就在后面给他 所以这样 这个就是你可以做任何应用 譬如说这是做什么呢 我原本拍了一张图片 或是一张照片 我想要让这个人 或是这个动物 我要让他改变姿势 我只要按一个键 按一个键之后 你看我可以把它任意改变 改变之后呢 图片就变得完全不一样 所以就说 未来我们的任何的照片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看这是一个人 在溜这个滑板 我想要把它改变一个姿势 你看我可以这样子 把它任何转圈 放大缩小 所以你看我就可以让它变姿势 所以为了我们看到照片 可能都是经过后制 你看这个人在旁边 我就把它按掉之后 它就不见了 我把它delete掉 对 这个惠真可能就很需要 所以你看很多女生 就会觉得说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所以事实上 这些都是今年 现在有的生产台 生产台有些model 我觉得这个model的衣服很漂亮 我一按 这个衣服在哪里买的 它的材质是什么 我都知道了 对或者说 我看保洁的鞋子很好 我照一下这样之后 它就可以跟我说 这个鞋子在哪里买 然后可以马上连接上去 连接上去之后就这样 所以那这就是 今年这个AI手机里面的应用来说 可能就会开始让大家觉得说 生活真的变得 相对比较便利的一个状况 包括小米 包括说像OPPO Vivo 他们都已经推出相对应的AI手机 只是说 因为他们的AI功能没那么强大 所以大家没有感觉到 而且他们的AI 基本上他们的AI 是用所谓中国的生产式的AI 所以他们 有限制的 对 他们图像处理是可以做到 像Galaxy S4那边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没办法解决 但是因为Galaxy S4 他要跟Google合作 所以接下来 他的确是有可能会让 整个AI手机会大爆发 不过 大家其实最期待的是 苹果的iPhone手机 可是你要不是讲吗 苹果在AI这个领域里面 有点落后了吗 抱歉 他有点落后 可是他后发先制 后发先制 因为第一个 他没有自己做他的OS 他没有做他的自己的作业系统 他直接找TrackGPT来用 他等于是这一次的 苹果手机里面 会内建TrackGPT 所以等于TrackGPT 就在我们的手机里面 所以你可以问他问题 比如说你看 他这里面来说 他们有展示过一个 因为虽然说 今年的Apple Intelligent 会在10月 就是苹果手机 发表一个月后才上线 但你看他讲这么多 他就说 他展示一个功能 就说你帮我写一个文章 写一个文章说 我给你一篇文章 那你帮我把它写得更好 那写得更好之后 没多久的时间 他马上就生出了一篇 更好的文章 而且保险知道 这个厉害在什么地方 因为苹果这一次 他说我的AI里面的 功能里面来说 我怕说 你会有网路泄漏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是用什么方法 他是不用联网的 也就是你在不需要网路之下 我自己用我的手机的晶片 我就可以生成这个文章给你 所以就用这样 他不用联网 而且速度快成这个样子 刚才讲 这是我原来的 我一改 咻咻咻咻就改完了 对 而且他速度 或是准确度 都是三星的三十倍 所以等于说 三十倍 对 所以等于他有 非常强大的运算能力 他还没有靠云端 如果有云端的话 他的计算能力会更强 好 那另外很多人就说 那他到底怎么做 事实上有人就把这个网路上面 就去看了这个苹果的后台 苹果后台还有一个 非常有意思 他这个后台是要提示AI 就说你不要做什么 然后你工程师就说 不要幻想 你不要逆到事实 等于是他跟AI说 你千万不要幻想 不要逆到事实 你还生成AI的时候 生成这个文章的时候 你不要这样做 虽然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苹果的AI的功能来说 大家都非常期待 所以真的假设 今年苹果的AI手机 能够卖得很好 而且我们一般人 都能够用到AI的这个新功能 觉得AI非常好用的话 AI的iPhone时刻 就真的会完全降临 好 惠神 另外一会讲的 现在也有一点像是 国立的战争 现在西方世界 不是一直要打压 中国的华为吗 现在不是这样 苹果的这个所谓的财报出来了 苹果的财报出来 它只有在一个地方下降 在中国下降 而在中国下降的那个份额 被谁填补 被华为填补 因为这样的 华为现在被中国认为 它是可以跟iPhone来比肩 他不是讲华为 不是被打压了吗 怎么华为 怎么打压 打不死的吗 是 因为华为对于整个中国来讲 就是一个最指标性的企业 再怎么样举全国之力 割血割肉 就不能让华为被打垮 所以现在呢 尤其是在2024年 美国的总统大选要来 川普又有机会回到白宫 现在他们美国做了一件什么事 中国习近平做了一件什么事 买爆三星的晶片 因为就想说 我现在赶快储存晶片 赶快储存晶片 就是希望 如果哪一天川普真的回去了 我到时候没有这个相关晶片 我的华为AI手机 可能会受到影响没有 你说全国救华为 全国救华为 所以现在包括路透市 他们讲说包括华为 百度 还有新创公司 都毛起来干嘛 都在囤积三星所生产的 HBM这个晶片 他们预计 因为美国未来会对这个部分 再进行相关的线索 而如果没有这个晶片的话 当然它后面的一些AI手机 就没有办法继续生产 那现在华为跟那个苹果 这场战争彻底的在今年9月 也就是苹果iPhone16 AI新手机要出来的时候 华为HOMO他们也准备好 他们跟你讲说 我们这个最新款的NEX正式版 Q4也要登场 而且它也是说 我们这也是AI的一个新手机 它强调什么 它强调所谓的原创 原生精致 原生易用 原生流畅 原生安全 刚说我们从软体硬体晶片 到云端的优化 都是我们自己 华为在地的一个生产 同工能用吗 是 他们现在说我们不仅能用 我还跟你承诺 每年提升20到30%的一个效能 换句话说 相当于晶片制程 提升两代的一个效果 那现在呢 那个中国的媒体就在讲说 我们这个Mate70相关系列 也就是要在9月份之后 正式发表 并向苹果iPhone16 发出一个狙击 然后呢 事实上他们也已经讲到说 我们现在不只在性能上 可以跟苹果比肩 我们甚至在价位上 因为有比苹果便宜的情况之下 我们大幅地抢摊 他们整个苹果市场 所以他刚刚有说 包括这个微博的CEO 王高飞都忍不住 有那个相关的说 我们这个Mate70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厉害 他说他们甚至可以拍出 这个蜜蜂在采蜜的一个 非常你看 蜜蜂采蜜 对 蜜蜂采蜜 还有甚至秀出蜜蜂围巨 还有杨梅上冰晶事件 你看非常的徐曲 拍得非常细致就对了 现在真的 苹果在中国的一个市场 看起来已经有节节败退 包括今年前六周 iPhone手机销售量 居然叫去年同情相比 跌了24% 在中国 对 在中国 反倒是华为 华为增加多少 叫去年同情相比 竟然增加了六成 所以一消一检之间 就发现了这个举全国之力 在冲刺华为 慢慢的蚕食侵吞 吃掉了苹果 在中国市场里 看起来真的是 大家的一个目标 好 宇雪 第二天讲的 现在中国当然还有一个 重要的就是车市 车市以后有一个新影片 就是小米在展示 就那个驾驶手 竟然是他的老板雷军 现在就是这样的 我们讲的中国车子在内卷 中国车子在拼销售 谁拼销售 所有的老板都要下来了 对 所以为了要拼销售 所有报告我们讲 中国的不管你是赛大 从小米小鹏挪乍 到我们讲的蔚来汽车 老板自己都要亲自下来 谁刚刚不是雷军 对 你知道雷军 他做的事情是多危险吗 因为他不是要开车而已 他是说我要体验说 我们用我们的SU7 也可以做甩尾的特计猜作 代表说我们这台车 性能真的非常好 而且这台SU7 事实上根本就还没有上市 等于说没有上市之间 他先通过自己来去训练 而且宝贵你知道 他多偏域面 他说我每天早上七点就起床 起床之后就开始一直转 各位你看到的就是雷军在开 他说你看到就像这个动作 他说我要做什么 做体实圈 每次下车的时候 我都头温脑胀都快要吐出来了 但没有办法 因为我就是要证明说 我的性能真的很好 保留哥你知道他做什么吗 他为了要去测试这台车 所以他以前根本不懂怎么甩尾 所以他跟朋友啊同事啊 借了170多台车 就那种世界各国什么 保时捷啊 名车 蓝宝坚尼 就是一种借这些车 然后开始干嘛 训练说我要去甩尾 然后最后他还真的 拿到了我们讲的赛车驾照 然后就做这么多东西 你知道他为了什么吗 就为了卖这台车 卖小便 对 但是他这个算是比较拼命的 其他的老板呢 我们坦白说就比较偷懒 比如说我们像蔚来汽车啊 长城汽车这些老板干嘛 他们一样也有亲自下海 然后呢就是开开直播说 哎呀我们这个车子很棒啊 什么的在介绍啊等等的 既然这些老板很拼命 可是他们销售还是继续下滑 为什么下滑 品质太差了 因为同款就不同质 比如说好 你外表看起来像是台肯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内装第一线 你上了驾驶座看到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平板 就平板你就开始在点啊点啊点 就不好意思马上给你干嘛 死蛋 他的那个 哎 我跟你讲有在开车就知道 这面板很重要耶 什么倒车雷达啊 然后包括我们的carplay啊 都是用这个面板 那你如果这个面板当机 你基本上什么都看不到 你根本就没有电子的辅助 再来 然后你说没当机都对 他跟你讲说 哎 我直接跟你讲网路中断 直接断网连线 你说不是啊 明明就有网路 怎么网路都断掉 甚至更离谱是什么 好好好 那我不要用平板 我肉身开车 座椅 然后我们再掰开 手就可以把这个座椅给掰开 甚至是 座椅这么烂 是不是烂透了嘛 哎 看起来很厉害哦 这看起来像是什么 赛车级座椅哦 我跟你讲就是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 他就拉开了 对 一拉就开了 代表是他缝合根本那个做工 很粗的嘛 甚至是什么 智慧停车 哦 很高级的功能 对不对 我按一键他就自己停 没有按一键 然后停一停 他就整个荧幕就 滚都黑黑了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是什么 中国的电动车哦 虽然量很大 然后一直在拼哦 就推成初心 但事实上你知道吗 光是中国一年哦 就有三千台 这种电动车自己 我们讲自然的事件 最可怕是什么 刚刚那个还算是我们讲的 只是粗糙而已 有人哦 开这个领跑 CEE 你知道阿兰路上怎么样吗 各位 开着就烧车 但保底哥你知道 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烧车之后 他们发现电脑系统会荡击 那电脑系统荡击之后 你知道它会干嘛吗 会怎样 车门自动上锁 那我在里面包 就活活烧死了 就活活烧死了 他其实是有机会跑出来 会想跑跑不了 对 因为他电脑就是设计有问题 理论上来讲他是说 如果一旦发生碰撞或意外的话呢 车门会自动弹开嘛 就像你看各位看到的啊 这种比如说问界N7啊 他常开都在那里 结果他跟你讲没有 车门自动锁死 那干惨是什么 我连撞都不用撞 有人喔 开车开到一半 等红灯 就你知道保护哥等红灯发生什么 欸就这样呢 等红灯等他 把你自己烧起来 这时候奇怪的事情会发生